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给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各位两岸的领导嘉宾 青年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罗鼎居 两岸青年微信公众平台的运营者 然后我来自台北 然后目前定居在辽宁盛阳 我记得一百多年前的道光年节 我的祖先渡过台湾海峡来到台北定居 作为他们后代的我 在一百多年后的今日 我再一次渡过台湾海峡来到福州 主要就是为面向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海峡青年节 做了一个两岸最有影响力的活动 广受许多朋友喜欢影响力甚大 在我在台湾的时候都知道这个活动 因此在两年前的时候 我还是台下的一名聆听故事的观众 今日我有幸能够站在这个台上 我要十分荣幸要感谢主办单位 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主办单位 然后对 我记得十年前的台湾吧 台湾的校园里面出现一个群体叫大陆学生 也因为有大陆学生 我们认识了他们 在他们交流之下 然后开启了我对大陆的认识 然后以不解之远 所以今天我在硕士班的时候 报考了淡江大学的中国大陆研究所 在求学期间我远赴东北的吉林大学做了交换 可能是在东北的求学这段经历吧 我爱上了东北人的直爽和豪迈 我爱吃东北菜 比如锅包肉 酸菜白肉锅等等 命中注定要娶东北媳妇 成为东北姑爷 目前就地军扎根在东北 谢谢 然后谢谢 然后现在正在努力学东北话 因为我的台湾枪 还有那个福建门南枪太重了 比如像比较行的叫 东北话叫老铁双击666 然后干哈等等 因此2014年我继续赴大陆求学生造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读博士班 在学期间的时候 我与我的大陆好朋友们 成立了两岸青年微信工作平台 我们作为一个新媒体的平台 主要就是服务两岸青年 我们的宗旨就是 两岸新 中华晴 触双影 基本上就是以海清洁 还有整个政策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主要将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在许多的两岸的交流活动上 我们的平台服务了许多同学 我们内容包含了求学 婚姻 生活娱乐等等的内容做分享 然后有很多两岸青年朋友 因为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甚至终结了单身 这非常神奇 所以有许多好朋友跟我说 你的微信号真的是非常神奇 是集结了每界交友 婚恋一个神奇的公众平台 因此有许多的情侣 最终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就好比下个月吧 就有一位大陆女同学 因为我们到台湾读书 他即将嫁给他的台湾学长 就连红色炸弹都炸到我这里来 我还不知道包多少给他 所以我想他们应该很感谢我吧 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从最初的各位数粉丝一直成长到现在两万多粉丝 一路走来我们默默的做 然后也希望将更多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然后很多朋友有个说 顶居你为什么住在东北呢 因为我是个道地的东北孤野 当然就住东北 然后这就我要说到与福州的一些缘分 不解之缘 这是非常有关联 因为我太太 我和太太就是在福州认识的 因此我和太太每一年我们都回来福州 走一走看一看 夜游米浆怀念当时认识跟他 追他交往的时候的过程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跟各位领导还有各位现场的好朋友分享 就是我下个月要当爸爸了 谢谢大家 对就是两岸欢迎的第二代 然后我相信 在我的女儿出生之后 我们一家三口小家庭 能够再回到这有福之州 因为福州是我们小家庭的福地 在明年之后我也其他人在现场 或是整个福州 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家三口的两岸故事 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台湾青年朋友 在座的青年朋友 很想在大陆拼搏努力奋斗 在实践实践的中国梦 作为一个比较资深的两岸族吧 我没有很多高大的善或是什么成功学理论 传授给大家 但作为一名扎根大陆的台湾青年 我只想告诉现在场的台湾青年 甚至岛内的台湾青年 就是你要有个真诚的心来热爱大陆这片土地 然后真心实意的融入这里 我知道最近所谓的新时代台湾青年 六原则非常的火爆 然后我作为他的实验者 也是提倡者之一 因为这是由二十多位台湾青年共同发起的 主要的宗旨就是要 靠自己 接地气 不投机 重发展 处融合 迎未来 现场也有几位是我们的共同发起人 比如像第二排的郑柏宇先生 可以站起来挥挥手吗 还有郑柏宇 这我好高中同学 同班同学 然后左边的范江峰先生 也是共同发起人 后面的杨品华等等 都是我们一群在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 共同发起的 这所谓的六原则 首先靠自己的话就是要 凭自身的努力和实力得到认可 接地气就是你在大陆某地方 比如我们在福州生活就业 要接福州的一些当地的特色和文化 来融入这里 然后不投机就只 不要用投机取巧 或是一些不好的方式来走捷径 然后重发展的话 就要重视个人的理想发展 然后来促进两岸的发展这样子 处融合就是要反对台独 促进两岸的融合 迎未来呢 则是要促进两岸的双赢 然后还有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 所以这是我将台湾青年 新时代台湾青年六原则 送给在座的两岸青年朋友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大陆是逐梦的摇篮 是梦想成真的天堂 让我们一起携手努力 不忘初心 心细良爱 一元属于我们自己的中国梦 谢谢大家